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黄老师Andy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 今天是4月2号星期四 那星期四的话呢 也是我们本周的倒数第二个交易日了 其实这两天的都是由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刘老师 在社群里面为大家去提供了一个策略的一个服务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 其实大家对刘老师也是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些期待的 包括我们在社群里面的一些交流 一些交涉还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激情 当然当下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肯定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那希望我们的一些新老学员能保持住 我们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好好的把我们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日给走完 好首先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机会都有哪些 第一个我们关注的仍然是我们的一个棒锐的一个产品 那棒锐啊在昨天对不对 也有带大家去执行了一个什么 30分钟的一个通道的一个多点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对不对啊 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带大家去进行了一个多 当然的话呢它这个多的话它属于是一个什么 是上涨当中的啊 上涨当中的一个什么顺势多的一个操作对不对啊 顺势顺它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的一个方向去进行的一个操作 那除了我们的这个通道的一个多点 那包括昨天晚上啊给到大家的是一个什么 正回档的一个空点啊 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对不对啊 回档空 所以说这个这一多一空都是什么 都属于是一个赚钱的一个行情啊 朋友们 所以说啊那我们今天的一个焦点啊 仍然是在我们的一个棒锐啊 棒锐的话呢是什么 是这个位置的啊 这个位置的一个什么回档的一个空点啊 仍然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去关注的一个一个重点啊 在这个位置的一个空 那这个空的话呢 我们要看它什么 看它第三笔 也就是说这一笔的一个上涨的一种状态啊 它如果说是像当下的啊 这样子的一个K线的一个力度啊 慢慢的从这个位置爬上来 当然那这个的话呢 也是什么 我们的一个高分的一个空点 那除了啊是它的一个K线的状态之外 我们还要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布林带的一个什么 差不多是布林带上轨的这个位置的一个碰撞啊 在这个位置差不多啊 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 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棒锐啊 好 那除了我们的一个棒锐之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我们的一个美锐啊 美锐的话呢 它也比较简单啊 比较简单 这是一笔什么上涨啊 一笔逆动能 然后的话呢 第三笔啊 出现了一个什么 小的一个什么上涨对不对 所以说那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也会有什么 有我们的一个 一个回档的一个空啊 朋友们 这个是15分钟的一个回档的一个空 当然啊 它的这个回档的空的话呢 是有三四十个点的一个利润啊 足够我们去做一个日内的一个打点啊 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棒锐跟美锐啊 大家可以根据它的一个 K线的一个状态啊 去做一个选择啊 就可以了 好 那除了我们的一些棒锐啊 美锐之外 还有是什么 我们的一个欧元啊 欧元 欧元的话呢 今天啊 会有它的一个多点的一个出现啊 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会有它的一个回档的一个多 那在这里啊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这里是一个什么 急速下跌的一笔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在这里啊 又进行了一个什么 小的一个震荡的一个状态的啊 当然在这个位置 它的价格啊 创出了一个什么 新低啊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 它的价格给出了一个新低 但是在这个位置啊 它也是什么样 虽然说给出了一个新低的价格 价格回抽的速度啊 也是什么 也是这个比较迅速的啊 也有点什么 加速感底的啊 加速感底的这个味道在里面 所以说那今天的话呢 这个多啊 也是我们什么 去关注的一个重点啊 朋友们啊 也比较清楚啊 这里的话呢 就是什么 把它看作是一笔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出现了一个什么 加速感底的一个逆动能 然后第三笔啊 再次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仍然是什么 我们的一个多点啊 我们欧元的一个多点回档多 除了我们的一个欧元之外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每日啊 每日啊 从整体的一个状态上去讲的话呢 仍然是一个什么 下跌的一个 一个趋势啊 没有问题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一个操作 仍然是什么 顺势啊 顺势去操作 去做它的一个空 那这个空的话呢 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仅限啊 仅限压力的啊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也是我们昨天啊 昨天日线级别的啊 朋友们 日线级别的一个 高位啊 在这个位置 107.91啊 107.91附近 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话呢 也会是什么 我们今天的一个空点啊 空点 所以说我们仅限压力的 这个空 是做它的一个什么 顺势啊 顺势的一个方向的 一个空点 大家可以去重点 关注一下 好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 全部的一些 预期的一些机会了 对我们阿萨社区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关注我们 阿萨社区的公众号 当然啊 也可以跟我们的 这个小助理 取得联系 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拜拜